欢迎我的好朋友和我的学生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洛芬美的历史课 我们今天来聊聊台湾市 来聊1895已为台湾民主国建立的第二部分 就是有关马关条约割让条款 以台湾寻求自保 我们前面谈到了 那个李鸿章在马关谈判的时候 结果还发生枪击案 那枪击案这件事情 李鸿章是受伤了 结果呢 有助于他的谈判吗 其实是这样 有啦 有一点点呢 就是伊藤伯因为怕说 他因为这个怕国际舆论 所以他就又怕李鸿章 自己就跑回中国 他就说好 我会跟你谈判 然后你赶快好了 我们就赶快来谈判 我会答应要停战 可是我们发现停战的内容里面 却没有台湾 所以当时在台湾的邱逢甲 就非常的紧张 他觉得李鸿章可能会把台湾卖掉 这件事情 他是有感觉意识到的 接着那个3月30号的那个 停战条件之后 到4月1号呢 日本方面就提出了他们合约的草案 等于就是把底牌亮出来 就说 那个 朝鲜自主 然后呢 清朝廷割让奉天南边 各地还有台湾澎湖 各岛还有赔款 然后重定通商张城等 限他在4天内大幅 结果李鸿章就立刻就打电报了 回朝廷 总理阿门请示说 而且又听这个福士大给他的建议说 请总理阿门把各地赔款的这些项目 赶快跟英国 俄国 法国 三国的公使密告 然后对通商要求要极力的保密 就是不要讲到那个通商要求 然后 以免各国认为 这是有利可图的 然后就纷纷都提出要求 这样 那李鸿章在电文里面就提到说 他会尽量的争取 只有奉天南边各地 那 台湾跟澎湖就 并不是 他认为是中国万不能让的地方 所以 他当时是有提到 他要做这方面的努力 那虽然之前清朝廷对于各地 特别是各台 有了初步的共识 但是李鸿章 他还是把这个电报寄到衙门以后 那朝廷的内部还是有很多的意见 不过光绪皇帝跟当时的朝廷大臣 都倾向说是可以放弃台湾的 那特别是李鸿章跟总理衙门 往返的电报密码 早就被日本电信客给破译了 因为 陆澳中光他早就 获知说李鸿章建议 英法二三国干涉奉天割让的事情 而且他知道李鸿章说 台湾跟澎湖不是中国万不能让的地方 所以李鸿章在后来的谈判就完全就趋于劣势 因为人家早就知道他要谈什么 那为什么会这样 照那个陈鹏延教授 他说 那时候清朝廷用的密码就12345这种数字 就很简单 所以早就在甲午战争之前 就被当时的那个外务省电信客长佐藤爱摩所破解 所以在1894年的6月22号 外向陆澳中光就曾经致电给清朝 诸日公子叫汪凤澳一个函一个信 然后汪凤澳就在23号就打电报给总理衙门 那佐藤就用他的电报 他的电文跟陆澳的信对照 然后就知道 因为他就试着打过 然后你就这样破 就是用这样打 他就根本就知道 所以你还没有谈判前 你谈什么人家都知道了 这怎么谈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当时整个谈判的问题 我前面单元有跟大家谈过 我这个PowerPoint有两个颜色 两个图案 那刚刚那个颜色就是指清朝廷 跟特别他们在谈判的时候的颜色 然后另外这个颜色就指台湾方面 这样这样对照 大家就可以比对 因为我觉得谈这一段 我一定要把当年他们在清朝廷的议和 跟马关条约的议程 然后台湾就紧张紧张 对不对 因为他每一天的谈判都会决定你的命运 那你能不紧张吗 那我刚刚讲说 他们谈到这里 所以4月2号的时候 那个军机处还发出一个训令 表达说 我们是很关心台湾的 而且要唐紧张紧说 激励将士开导声明 敌忆同仇 力图汉欲 你都在条约里面要把它卖掉了 你还在这里谈什么 对不对 这真的是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就知道问题严重了 赶快赶快发个训令来表达一下 你的关怀吧 然后唐紧松还很乐观 他当时就说 他说日军如果想要进攻台湾中部 那我就以台湾的当时的守备兵力 他是可以这样子南北夹击的 他说我北方有部署 南部有部署了 你中间进来就给你夹击 所以没有问题的安娜 那再者他觉得北部的防备很巩固 那南部呢 4月下旬就会开始有风浪 你根本就不可能停船 然后他跑去 他不是跑去广东那边购买很多武器吗 还要去那边招募很多士兵吗 在4月下旬可能就会到台湾了 他就可以一举把澎湖给夺下来 所以唐紧松对当时的情势 其实是很乐观的 好 然后呢 至于李鸿章在 在在在在 在谈判里面 他在4月5号 他就答复了日方说 除了承认朝鲜自主 对于割地赔款 通商这些苛刻条件 他都加以辩驳 只是他的缩帖里面 他完全没有提到台湾 澎湖 就说好 我要尽量的争取 可是没有台湾跟澎湖 表示他已经跟日本暗示了 就说这两个地方割让 对我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好 所以等到李鸿章的这个 这个左脸的伤给痊愈之后 因为他在谈判的第三天 在回家的路上就被 日本人把他积伤 所以他痊愈之后 就在4月10号 就举行了第4次的会议 伊藤伯雲只愿意缩小辽东 半岛南部的割让地 但是要台湾全岛跟澎湖 那李鸿章为了存留一个 就是在辽东湾畔的那个 营口那个地方 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 跟台湾割让两点去争辩 但是呢 都被伊藤伯雲给拒绝了 而且伊藤伯雲还有威胁说 等停战戒满 因为4月20号就戒满 他说我们就要出兵中国了 所以李鸿章就赶快在 情势北京说 我可不可以跟他签啊 那清朝廷就请李鸿章说 你争取看看 可不可以割一半台湾 就是说把南部的澎湖 台南这个地方给他 那北部还是让清朝保留 那李鸿章说不可能啊 日本不会答应这样子 那最后朝廷就指示他说 反正日本已经随时准备 谈判破裂后 他就要派兵进攻 直立省了 那朝廷已经没有可战之兵了啦 万一也没有列强可以帮我们啦 所以呢 就好吧 就割让台湾吧 就是说没办法 我们已经没有力气了 这是后来最后朝廷给他的指示 然后到15日的第五次谈判 那日本方面就坚持原来的要求 那李鸿章不管怎么辩驳都争取都无效 日本甚至要威胁说如果再不答应我就要征兵 而且福士达就是那个美国顾问福士达 他还跟李鸿章提出警告 他说如果战争要继续下去 清朝廷势必会面临危机 所以李鸿章又赶快电告 打电报回北京说 清朝廷为了避免合议决裂 就赶快了 所以就在17号就按照日方所提出的条件 来签订了这个马关条约 最后就仍然割让辽东半岛 还有台湾全岛跟澎湖列岛给日本 然后赔偿军费赢2万万两 那日本准许中国割让地的人民 在两年内迁居退出界外 那两年后没有迁徙的 就被视为日本臣民 并且限定两个月内交接清除 这个就是日本最后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之前在谈那个鸦片问题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谈到那个两年条款的问题 那这个电讯就传到了北京 那田辈就得知说 哇这个割让的领土面积好广大 就很惊讶 仍然说 哇可是日本会要台澎 早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 只是没想到他要的其他地方还这么大 这是当时美国的反应 那这一张图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个谈判图嘛 这就是李鸿章 然后这一位是李金方 这就是马建宗 这是伊藤博文 这是陆奥中光 这是他们当时谈判的那个位置图 然后这一张是在我在那个日本这个春帆楼旁边的那个 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个纪念馆里面 哇有一张你看日本人多骄傲 历史是胜利则写的嘛 日本人就把陆奥中光啊 把伊藤博文化得很巨大 把中国的李鸿章啊 马建宗啊 这些人就画得如此的这个卑躬屈膝 这就是我在那边看到的一张 日本人对他们马关条约的结果 所画出来的图 然后呢 在那个春帆楼旁边就有一个碑 那上面就有提到 他说 今日国为之龙圣 食烂商与甲午之一 就是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签临这件事情 对后来日本的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他们就把它写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纪念馆 那这里面可以自由参观的 各位如果有去日本可以进去 我那时候以为他有一些什么门票 什么都没有 然后里面就是可以自由参观的 在台湾的洋行频频传出 日本将要要求割让台湾的消息 惊恶不已的唐景松 就向朝廷询问说 现在到底是怎样 结果清朝廷避而不打 可是到4月17日 唐景松就从张之洞那里就知道了 那一天签订的 在这个讲和条约里面 已经有割让台湾的条款 秋冬甲听到消息就非常的生气 他就当场就刺破他手指头 然后用写就写出了 据我守土 以示抗日保台的决心 那第二天他就率领这些生命 就去拜访唐景松 就上述 给这个朝廷请愿 他就强调说 我们愿意跟府城 也就是唐景松 事实手遇 如果我们打抗 这个抵抗了 然后失败了 那就等我们都死了 你再来谈各地 那如果日本要来收台湾 那台湾人民就一定跟他开战 哇 你看这个气势 真的很磅礴吧 令人家动容 4月19号 清朝廷已经瞒不住了 所以呢 他的这个总理啊 就向台湾的住民就高示说 台湾已经被割让给日本了 但是在这个宣告里面呢 他不但没有去安抚台湾人民 还提到说 如果要把台湾交割给日本的时候 那你们不要惹是生非 你们都不要给他们找麻烦 那台湾根本没有理由割让给日本 那民众的情绪当然就很气愤 非常的激动 那你现在你在说什么 你不但没有安抚我们 没有跟我们一句道歉 还叫我们要乖一点 不要对抗 这就是4月19号的事情 然后那一天呢 就秋冯甲为首的这些禁士 带着一些禁士举人 以及这个万华那边的一些富豪 还有中南部的一些士神 就总共有200多人 就在蒙甲集合就是万华 然后就在那边就主张说 清朝廷既然要抛弃台湾 那以后我们对谁忠诚 就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了 然后在会中呢 他们就做一个决议 就是说他们还是要把唐景松给留下来 因为认为只有靠唐景松 这一个清朝来的官员 那他们跟清朝廷的关系 才可以有一个联系 然后才能够得到清朝廷的资源 还有协助 因为要反抗 还是要钱 还是要资源 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把唐景松扭着 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抵抗日本 是比较有帮助的 唐景松 他的处境其实很尴尬 又很为难 因为他只是来台湾当官 他其实没有办法去体会说 互相被割让的那种痛苦跟去入感 他本来是想说 阿玛官条约签订了 那他就回去了嘛 可是现在他有一个走不了的大麻烦 怎么了 我们之前不是讲说 他继任巡抚的时候 他就不太信任 像林维远 林朝栋 这些台湾士生 所以他就自己跑去 那个广东沿海各省 要去招募一些士兵嘛 可是那些士兵的素质 其实也不好 那甚至可能是海盗啊 可是现在重点是 如果台湾被割让 那就要停止战斗嘛 那这些士兵就会被遗弃 或者就失业了 对不对 所以一定会起来 麻烦 对不对 一定会起来找麻烦 那唐景松如果想要离开台湾 那这些人一定会骚动嘛 一定会把你给杀掉 然后呢 如果叫这些人说好了 你没事你可以回去了 那你就要给他补偿金啊 但是台湾巡抚衙门就没有钱啊 唐景松自己想要留下来抵抗日本 他觉得他的小命可能不薄哦 所以他左右为难之际 他只好听听张志栋到底怎么说 那我们之前有提过说 为什么他会听张志栋的 因为他们这些人来到台湾 其实都是张志栋所推荐的 那张志栋等于是比较主战派 他对于这个就是 把台湾割让这件事情 他本来就是抱持反对的态度 所以张志栋对台湾是有一些想法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什么好办法 按照那个学者吴米茶的研究 就张志栋早在1894年11月的时候 他听到日本要台湾 他就跟李鸿章强调说 绝对不要放弃台湾哦 然后他就提出一个办法 他说把台湾给各国权利 然后让这些各国一起来抵抗日本 他就指这个建议 那这个到了1895的2月 那清朝廷就派李鸿章要去谈判 那张志栋就在2月27号 就打电报给唐锦松 就叫唐锦松要奏请朝廷 绝对不可以轻易放弃台湾 那到28日呢 这个张志栋呢 又致电给北京的中理衙门 还有在天津的李鸿章 就强调说台湾的地位非常的重要 要叫他就说他提出叫做远交进攻 还有一个叫权宜救济的办法 那是什么办法呢 也就是说 他说把台湾作为向外国借款的抵押 就是拿台湾去抵押 然后跟各国借款 那台湾就会变成那种国际债务的责任 就诱使这些债权国来抵抗日本的要求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台湾的这些矿啊 譬如说煤矿啊这些资源 然后都让其他国家给他们 那这样他们自然就不会把台湾交给日本 而且他说那个时候啊 台湾的金融贸易航运还有采矿 这些权力基本上都是英国独占 所以张之东就提议说 那就把台湾质押给英国 然后呢 由英国来抵抗日本 他就提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到3月7号的时候 清朝廷就问张之东说 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办法 因为你前面讲那么多嘛 那现在是怎样 那张之东就分别就跟那个 驻英国的公使 还有驻俄国的公使 就要他们说 你们回去 你们去跟英国跟俄国 来商议 就驻俄的公使 他就回复 他说俄国没有意思 就是无意要就是 反正他不想要跟日本作对 他不想要 然后驻英国的公使 就说英国政府不要不愿意插手 而且表示说 如果各个英商公司 他们愿意的话 那英国政府是不会阻止的 因为如果他们为了生意商需要 愿意去协助 也去阻止日本 他们是不会阻止的 那张之东之后 他就要应那个驻英的公使 去问英国商人 因为既然英国政府说 商人可以 他就去问英国商人 可是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那等到这个马关条约签订的地 之后的第三天 就是4月20日 那台湾士生们就拜访了唐锦松 那就希望唐锦松出面来斡旋 他们就是以张之洞说的那个方式 就是提供煤矿、金矿、茶叶、张老和硫磺 等税收来做补偿 那恳求英国代理事 恳求英国代理领事 叫霍布金斯 跟英国请求说 要不要来托管 台湾人让你来管理 那另外呢 就这个唐锦松 他还有一个他的心思 就是他要想方设法 他要离开台湾 所以他有很多的钱 所以他就委托那个英商 在台的这个英国商人说 他就委托说 我有一些资产 那个我要卖掉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脱手 然后还有我有60万美金 要运回去 可不可以帮我运一下 那按照海关的那个骂士 他就说 不清楚这一笔钱 到底是公款 或者他私人的财产 不过 可能当时大家都不知道 他有这一笔钱 所以应该是他个人的私财 哇 他说他在台湾多少年 就累积这么多的资产 他说可能说他独职 或者他赚外快 你知道早期 那个清朝的官员来台湾 他们都叫做调剂 调剂 就是可以捞钱的地方 所以唐靖松在台湾 应该捞不少钱 60万美金 天哪 这是口多可怕的金额 可是不管是刚刚那些士绅 说要把台湾的这些什么矿权 彩金 这些煤矿 通通让英国脱管 这件事情英国拒绝 然后唐靖松要把他的财富 请求英商帮他脱产 甚至帮他运回去 也被拒绝 都被拒绝 反正英国都说不要 那这一天就4月20日 那当时就是反对割让台湾的士绅 还有住民 就开始抗议示威游行 敲锣打鼓 然后呼吁大众霸士 让他们霸士 然后来抗议被割让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时期 全台湾人民的情绪都非常的激动 那当时在这个巴黎 跟法国交涉的钦差大臣 叫王之春 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唐靖松 还有张之洞 就跟他们谈到关于普法战争 谈和的这个例子 他说 当时那个普鲁士 要求法国割让 阿尔萨斯跟洛林两个省 那法国认为两省的住民 都不愿意归属普鲁士 所以普鲁士根本就没有办法遍布 他就用这个例子 来跟这个唐靖松跟张之洞讲 那所以这个唐靖松就 致电给张之洞 还有总理阿门 就提到说 台湾人民不服哦 所以这个约可以废了 因为刚刚那个 老百姓不答应是不可以的 那同时呢 张之洞也写 也发这个信给这个总理阿门 然后就回跟 然后另外要回复这个 唐靖松的电文 然后进一步就指出说 名气可用哦 就是可以用这个 百姓不愿意遵从这件事情 来抵抗日本 还说清朝廷 应该要听老百姓的意愿 那另外唐靖松又接到 张之洞转来 一个总理阿门的官员 不知道是谁 就是跟里面有讲说 台湾如果能自保 就不会牵连到清朝廷 然后如果能够得到英国的庇护 他就可以自立 然后来保民 然后要台湾就聘请一些 英国的将领 英国商人 然后请这个英国的船 来协助防守等等 这些话好像都在鼓励台湾要自立 然后学者黄昭堂 他认为那一个官员叫做沈征直 这个人是1880年的晋士 那历任行部组是总理各国 四五衙门的张晋 安徽提学史 蜀部证史 那他在1895年曾经跟康有为 梁启超等主张维新编法成立强学会 他认为 黄昭堂认为应该是这一个人 写了这个信给唐静松的 那到4月21日呢 这士生们就再度去拜访这个唐静松 而且威胁他 跟他说 所有的官员跟他的眷属 都不可以离开台湾 而且不管你是公款 私款 武器财产 都不可以带出台湾 那当然唯一的例外是因为 唐静松的妈妈已经80岁了 他说这个妈妈可以先回去 所以唐静松的妈妈在那一天 就冲冲忙忙就离开了台北城 那但是行李要隔天才运出嘛 结果呢 要运出这个巡抚衙门的时候 就遭士兵跟住民袭击 刑抢造成素食人的伤亡 因为大家觉得你想干嘛 你想闹跑啊 在22日呢 唐静松就再度去要求 那个英国代理的领事 看可不可以协助把他私人的财产 给运出去 还有变卖所有当时的一些不动产 但是英国都不想冒险 因为不管是你的市场还是工产 因为之前已经拜托一次了 这拜托第二次英国就说 我不要 我不还是没办法帮你 那按照马氏的观察报告 他说那个时候台湾各地秩序都很混乱 那官员也不敢到各地去收税 那商人就趁机想要逃税 因为很乱 那地方就杯葛 就不缴税 那北部地区的这些离金局 还有一般的税局都被攻击 还被恐吓 那马氏还报告说 当时的这些外商 他说除了淡水河上游发生动乱 那还好淡水地区算是相当安全 那大道成有两个外商 刚收到那个政府部门给 就给付的五十万美金的贸易巨盘 结果没有办法汇出 也没有办法运走 所以可能就被人家寄予 就这些外国商人很容易就被人家寄予 所以各国就开始展开这个户桥行动 那当然如果他 外国人如果住在大道成 基本上就没事 但是呢英国炮艇还有德国炮艇 他们在四月中就驶入了淡水港 那美国炮艇也曾经到达淡水 那当时德国跟英国都各自留下 大概二三十名的士兵 那英国也在四月底就派了一艘炮艇 就进驻到打狗 反正当时台湾就一片的混乱 那这些外国人住在台湾也很害怕 然后大家就是反正整个台湾就是没有秩序就对了 那唐景松就在四月二十五日就召开会议 因为这么样的混乱 那唐景松就希望说 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说 台湾的动乱都来自对割让的不满 所以我们要寻求各国来协助 所以他在会里面就表明 他在会中就对在台湾的清朝官员 还有英美的还有德国的领事 还有马士就表示说 如果旅行割让台湾的这个条约 那军民就会在日本到达之前就会反抗 那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清朝官员 都可能会被攻击 那届时你们这些外国人就没有办法 有人可以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 但是他也在同一天就公布一个 来自北京中央官员 应该是张志栋的一个好消息 他说这些外国会进行就是扩大 因为之前不是谈这个三国干涉环料 那现在他们会扩大 就是把台湾干涉进来 来阻止这个条约通过 还有割让台湾 所以在4月23号起 那二德法干涉谈判 那这一件这个时间一直到 因为马关条约当时还没有批准 还没有换约 那真正批准到换约 那是5月8号 所以从4月23号到5月8号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那就成为台湾官民的最后的期待 希望这个半一个月有奇迹出现 那在4月25日呢 这个唐景松就建议清朝廷 说把台湾做各国的租借 也就是之前这个张志东提的那个办法 说赶快把台湾给各国做租借 然后采矿权等等都给他们 那张志东也是做这个提议嘛 其实张志东一直都讲这样的事情 然后到4月27日呢 就希望总理他们能够在秘密 王之村在法国那边赶快就进 跟他们那边的外交部交涉 那就请法国几例来阻止日本 把台湾给各种 还有辽东半岛这边 就是如果法国愿意帮忙 那愿意给他很丰厚的证理 那当时台湾的师生也认为说 那我们应该更采取更突破性的行动 要求清朝廷利用列强干涉 然后把这一个条约把它删除掉 所以秋风甲他们在4月28日就要求 那个唐景松把他们写的那个写书 他们之前不是写一个写书 把他们上奏出去 那治理行间 因为就流露出他们 被不平等条的这种对待的愤恨 上面就写说 万民是死不重窝 割也死 聚也死 林先死于乱民手 不愿死于窝人手 然后还根据这个国际法的规定 上面说领土的割让 必须按照住民的同意才可以 所以反对割让台湾 他们觉得要用更强烈的手段 才能够来阻挡这件事情 那他们引用的这个 这个公法 公法会统第286章 那下面有一个摘要 就是说 那个公法里面说 如果国家要割让领土给其他国家 要注意就是 就是该国有没有确实有这个意思 哪一国是以实力来占据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这个第三点 就注明是不是有顺从 那因为台湾就是不顺从嘛 所以按照这个公法是不应该 不应该把台湾给割让 那当时清朝廷自己内部 有很多的这个主战论者 还有地方都府 还有知识分子 就纷纷的上奏来倡导 要把这个马关条也给废掉 那那时候有一些台湾的这个 台湾出生的局人 因为他们刚好要到北京去参加会试 所以他们也一起起来 跟清朝廷一起来抗议 就表示在北京那边 也支持台湾这边的一些做法 那面对台湾出生的这个住民自主的这个主张 怎么样呢 因为唐景松在29日 他就发一个电报给张志栋 跟他说我可能会被留下来 那如果是台湾自治的话 就可以要求各国来保护 所以我们要自治讲 那张志栋就回复他说 如果台湾自治 台湾的抗日 就跟清朝廷没有关系了 那清朝廷就不会支援你 所以你要是时机来决定 你要不要自治 而且建议他 说如果清朝廷最后抛弃台湾 那你就要让人民来请求英国保护 如果英国拒绝 那就请求法国保护 那英国不是之前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现在英国就拒绝了 英国根本就不答应 那法国呢 法国会同意吗 另外就是 台湾人民因为每次电奏都没有效果 所以他们就觉得 那我们要用自主的心态 就请各国 这是唐景松跟张志栋挺 所以这个时候的所谓自主 按照学者李伟玉的研究 就是说是跟清朝廷假意脱离关系 成立自立的一国 以方便争取外援 就是不是真正 他就说是假意的 那张志栋也要唐景松说 你们要不要去 让台湾人去恳求列强的保护 也就是说 他也默许台湾人 正进行所谓的台民自主 那我刚问了 为什么是请求法国 因为中法战争之后 那法国就对台湾 就抱有一种特别的业心 那而且法国的报纸 曾经一再透露说 他们要干涉日本占领台湾 这件事情 那张志栋跟唐景松呢 他们就 就惦记那个 我们刚提到说那个王志春 他在法国外交部不就商议吗 那王志春在5月2日 就回复给张志栋说 法国外交部表示友好 而且会派军舰来基隆跟淡水 而且还说 他请西班牙发电报给日本 跟他说 你即使合约批准 我们都不承认 看起来好像国籍很支持的样子 可是到5月2日 光绪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个马关条件 那这个批准等于什么意思呢 话说回来 刚刚台湾的师生 努力了个半天 还写写书 还要唐景松去代说 我们不要 你要来我们会跟你抵抗 可是5月2日 光绪皇帝还是批准马关条件 其实李永章那时候在日本签约 他就知道他惨 他一定会被骂死 所以他回到天津以后 他就说大家都反对 所以他就不敢进北京去回复这个事情 他就说我受伤 我生病了 他就请福士达替他到北京去跟军机处 说马关条约的签订经过 然后监狱说早日批准 好不好 赶快批准 结果4月30号 那个福士达就在总理衙门跟军机大臣会议 然后跟他说批准这事情是有必要的 而且万事达还说在马关条约签字之前 条约内容就已经跟北京报告了 那皇帝也是根据军机处的意见 然后才授权才签的 你明明就已经不是签约之后跟你讲是签约前就打电报给你 而且你们都答应 那如果你这时候还拒绝去批准 你等于在跟世界人说 哎呀 我们这个说话不算话 他说这样是很不体面的 皇帝不体面 那就属于你金具大臣的责任 然后李鸿章也打电报说 如果不批准条约 中国跟日本一定会在战争再起的 那清朝廷你要权衡轻重 不要让战争再起 我们没有力气打仗 所以5月2号 终于这个约就批准了 然后接下来要派武廷方他们这些人到烟台去 跟日方换约 这每一个动作在台湾人的心里面都是一根针 因为他们就很想利用一种比较强势的动作 去阻挡清朝皇帝去不要批准 因为你不批准这个约就不成立 结果5月2号被批准 但是呢台湾人民不服气不行 因为他们当时就是写写书 我都写写书的恳求你 要收回这个承命 竟然就失败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 结果你知道吗 唐景松的政府还是照样运作 好像没事一样 台湾被割让你不是失业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边上班呢 然后唐景松还跟大家说 不急不急 我们要团结 我们要团结 然后呢 在5月4号 他还致电给张志栋说 虽然马关条约批准 但是只要法国的冰舰肯来台湾 那台湾就可以固守了 因为刚刚前面不是讲的 那个王之春不是说 法国答应要派军舰来吗 就5月5号就听到那个 日本同志列前要归还辽东 哇 这个消息对当时台湾来讲 无疑就是打了一个抢心机 辽东半岛被割让 还可以还回去 那台湾有没有可能 这是5月5号的事 不过后来法国态度又改变 表示说 中日合约已经批准了 情势一定 我们可能没办法改变 但是唐景松还是抱着希望 他就打电报给总理安门 说请求法国赶快 请他们跟法国说 赶快派兵舰前来 他相信 只要法国的舰队愿意来 就可以阻止日本来占领台湾 这就是唐景松一直期望的事情 那到了5月6号 那唐景松还是跟台湾人民发布声明 表示说 二德化已经要出面干预日本的行动了 而且宣布说清廷的造书 就希望说人民就希望你们 让对台湾很友善的这些外国军队可以进来 谁对台湾好你们就让他进来 不要去随便的反抗 5月8号 就是最后一个希望 到了5月8号 烟台换约还是完成 为什么 因为 就是我们刚不是讲说那个 那个 李鸿章不是签约回来吗 然后他就很怕清朝廷不赶快批准 所以他就当时就要这个福士达去帮他报告 那福士达本来已经报告完了 他就打算要回去 可是因为刚好那时候二德化 就在出面干涉 就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就还给中国 那李鸿章就跟福士达说 那你暂时再停留一两个月 然后来参与这个三国干涉还了的这个事情 那福士达认为说 自己的名誉 还有责任跟马关条约 这些的成功与否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就答应 然后跟着武庭方就去了烟台 所以在5月8号那一天 中日双方的代表就在烟台 就互换了这个批准的条约 那马关条约就正式成为文件 那马关条约走到这里 感觉一切都成定局了 对不对 那台湾应该不用再挣扎了嘛 不是吗 故事还没结束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记得回来继续上课 那如果你喜欢听历史故事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哦 好让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放映